純粹以選舉的角度 我們不覺得我們有太大的失明 因為我們本身競逐連任的區議員 只有一位就是純粹當選 而整體的得決率 亦都是符合我們一開始的原理 所以我們看不到 我們需要有任何的研究 是需要負責這些資訊 未來會質疑一些新的策略 你說在行動方面 首先我可能大家都會有興趣知道 就是其實我們對於議會內外的抗爭手法 我們仍然會為成我們一貫和平、理性、非暴力 而且有創意的抗爭手法 我們是不會改變的 而今次我們的集思會 亦得出所有支持者或者候選人的見面 就是我們不覺得我們的政治路線 或者南場有任何問題 而只不過是我們需要可能要加強我們論述 將我們的政治南場帶給全香港市民的選民 令他更加支持我們這一種積極的反對派角色 但我們仍然會為前國 和平、理性、非暴力 這一種這樣的抗爭路線 例如哪些方式都會讓市民不知 我們接下來的集思會 當然我們收集的意見 會在執委會裏做一些總結 但基本上我們會加強我們在地區的工作 例如我們會 非常可能會在五個大的選區 例如港島、港湖東、港湖西 新加東、新加西 整個地區的服務處 然後就是可能我們今次的參選人 或者其他的移工的支持者 會多些跟這個居民、市民接觸 然後去綁上我們的力 第二樣東西 當然我們會加強我們會培訓 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這個人才 可能會透過傳媒或者是報章 會做多些論述的工作 將我們的理念和候選人出來 但我們是看不到我們 有什麼需要改變的需要 出國立法會選舉 會不會合法 合法會選舉 這次就去追擊民主黨 就令到市場有些反感 明年的選舉 會不會中共 其他法會選舉 還是成為合作 首先 立法會選舉 其實從來沒有所謂合作 因為在一個比例代表制的制度之下 其實無論是所謂法民主派 或者建制派 都是各自為政 各自努力的 因為根本不需要跟其他黨派合作 就可以爭取職位 所以我們看不到 沒有所謂在立法會選舉 合作的模式會是怎樣 但是在個別議題上 譬如爭取普選 反對替告機制 反對23條 這些議題上 我們是非常堅定的 如果其他法民主派 都跟我們的議題上 是一樣的話 當然我們會 所謂有合作 在議會上 會是投票的一致 但是我們不會為了團結 就要所有議題都結合在一起 我們是為了雙方的團結 我們團結不需要 但在議題上 有沒有檢討過呢 就是這次泛民 在雪口區議後 就說 國籍 你們有沒有說 討論過這個方式 我們本來都很想討論 但是最後他們不知割席 都不覺得很成功 現在最後他們究竟 是怎樣定義泛民 也定義不了 連他們不停 抹黑我們的所謂暴力 也定義不了 所以我看不到 我們有 連他們也 也定義不了 我們是甚麼東西的話 我們覺得 不需要在這個項目上 有任何所謂檢討 或者討論空間 最重要的是 我們如果有議題相同 我們支持同樣的議題的話 爭取普選 反對23條反對提告機制 我們就會合作 在議會裏面投票一致 如果不是其他 我們要有各自 爭取普選的道路 可以收拾 這個 暫時 今天的習小會 沒有討論到這一點 現在 我們不需要一個政黨 證明我們今次 區議會選舉 不需要一個政黨 而立即可以看到65位 候選人參選 所以即使不是一個政黨 我們如果 將來 例如下屆會選舉 會參選的話 這一種模式 我看不到 當然 如果我們將來 會變成一個政黨的話 可能我們有四個組織 四個組織 都會各自相投 但這一點 並不是我們 議會選擇會 特別考慮 為何 派60多人出選 但只有1位 即是成功連任 都覺得不失望 即是其他人 其實 真的不完全 聽聽聽 不是 今次 絕大部份 是第一次參選 也是香港參選 第二 就是我們今次很明顯 今次我們想 將一個政治議題 那句政治道德 票債票上 這樣的議題 帶入一個地方選舉 所以會選舉上高 所以大部份 但我們今次的參選 參選人 並不是 如果能夠勝選 當然是理想 不能夠勝選 我們希望帶出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可以不派出 62個參選人 我們可以只派墨業成 和陳偉業 參選他們原本的選區 我們可能會100%當選 但這不是我們看今次 區議會選舉 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不覺得 所謂1比62 是一個好像很差的發展比 但這並不是我們 考慮我們今次的選舉 得失的作品 但你們都說你們票債票上行動 是失敗的 沒錯 我們票債票上行動 失敗或者不成功 並不是在於它1比62 而是在於我們說過 我們在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上 我們看到似乎仍然未得到 一個顯著的部分 會因為民主黨和民主協議 出賣選民出賣民主 而支持政改方案上 在區議會選舉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同意這一點 是未能夠將這個政治 議長大入區議會選舉 但是 所以我們這樣稱之為 票債票上行動 但是 未來我們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覺得 我們這個政治路程 有需要有改變 只不過我們需要會加強 將我們的論述和理念 帶入市區 帶入選民增長 希望他們會續接支持 那可以說 是不是立法會選舉 都會繼續投票主要的進選的政綱 這一點就是 再講的 立法會選舉 其實就不是 區議會選舉的單位是單位是單位是單位 而且是各自會爭取它的主要 但深入你們的政綱 不是那個議題 肯定 主打我們未有最後的決定 但是關於政改方案 民主黨和民協 他們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不支持不追蹤這個立場 我們原來是會很堅定的 會反對他們的這個問題 你現在進行會不會要追擊 我想你會不會追擊 那個目的去參選 看看這個追擊 是怎樣定義的 就是我們會繼續 會詢問民主黨和民協 為什麼出賣選民支持當初的政改方案 甚至更進一步 我們會問一下 譬如現在他們所謂定義的泛民去變 究竟他們現在又變成一個所謂的反合會 其實和之前不分別 究竟是不是他們已經認同民主黨和民協 當初支持政改方案這個立場呢 他們在這個泛民上有沒有 是否變成相同的理念呢 這個反應是我們需要問 其他所謂的反應主派的黨派 究竟是未來立場會的宣布 他們對這個政改方案這個問題的主態 會上其實有否實現要求 即是有法律政策的問題 下方或者有沒有任何出國的路線 可能會修正 會上沒有任何一個支持者 或者三尊人要求他任何所謂的領導層 需要負責 至於路線上的修正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了 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這次的集會最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不覺得我們的政治路線 有否需要改進空間 只不過是需要怎樣 將我們的政治理念 帶給選民這件事呢 是需要加強的 怎樣學能 即是你們這次想表達出來的 是哪些問題的工作 我們表達就是我們做的功夫不夠 即是我們在輿論上高 或者在論述上高 未能將所謂的表現 或者高的政治道德 這個這樣的路線 帶給選民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會改變的 改善我們會 即是會將這方面做好些 但是譬如在議會內外的抗爭 和平理性非暴力又創意的抗爭 我們不會有改變 我們會在政治安全上高 支持不追風格反正正的方法 這個我們會在執委會討論的 我們會暫時可以在這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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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謝謝 再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